如果说公民权是他扩张的源泉 那么私有权专利就是他创造力的源泉 他非常强调这个东西 他们是西方人的契约 这个契约属于将来能够进入到精英阶层的人 那弄了这个契约之后呢 这个社会就会给予正反馈 社会给一些优秀的精英人才疯狂筹钱 然后这些贵族或者精英阶层去闯荡江湖 成功了自然就笑江湖 那么这个领土可能就归他了 西方人在新时代要玩的这套游戏 是他们能否扳回一城的关键 毕竟他们现在面对的是东升西降 他们是否能够拿出中世纪的那种力量 2.0版本的扩张 新时代西方人逐渐的衰落下去 但是不管多长时间 只要他没有被彻底淘汰 没有被后来人彻底的跟上 他只要能够保持这个差距 即便是中国在前面领先 他这个游戏也能玩下去 再不计他也比亚非拉想吧 如果有那么一天机会合适了 他发明创造了某项东西 或者是某个构想 那么他很可能就振兴起来 那么他的社会问题就扬人而解 他的关键一点就是要这个社会保护创新能力 他让精英阶层享受这个东西 让有想法的人 哪怕是由贫民出来的人 给他们奖钱金 让他们加入到这个游戏当中 然后创造分享 再创造再分享 最终的话 他们享受到的这个红利 而这个游戏可以持续到很久 即便在某个时刻沉沦下去 将来不管多少年 一旦机会合适的话 他还有可能重新返回来 当然不能只是一味的强调扩张 必须要借助一定的力量和实力 新时代的能源危机 环境危机 地缘政治的考量 都可以借助的抓手 可以在短时间内很快的膨胀起来 但是新的问题就来了 膨胀过程中野蛮增长的这些势力 请问谁来制衡他们 单单靠制度或者形成的所谓契约 能制衡得了吗 听听就好 当然不能 如何解决 请看第三集 法治 请不吝点赞 订阅